他们骂我们 他们骂我们 主要是说 为什么你们不说红十字会 甚至说为什么不骂 因为说了很多 上个礼拜 我没有看到什么可以作为事实来说的 关于红十字会有猫腻的资料 看到一步步的躲闪 但是12345天 到现在看到了越来越多的 接近真相的资料 我觉得就可以说 可以说你还是不能说 他有什么黑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 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随着一个调查结果一出来 我就发现一种我们社会的人情事故 就是这一怎么都是一堆路一堆路的事 现在社会挺奇怪 你知道吗 尤其这是不是咱们中国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外国什么商业什么嫁接 怎么总是一个单位 你包括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公司 他出来是一堆关联 什么叫关联企业 关联公司 一个协会 也有一个商业系统 红十字会 他听说红十字会是做好事的 这个单位我也不知道 但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底下 又有一些关联企业 什么中红博爱 然后 中博爱 还有什么物华 要推出一万个 好在全国弄救护站 红十字救护站 博爱救护站 听起来又像是好事 好投资 但是又说保险也会跟着推进 对吧 然后向国美美元来说 说我们这干的买卖 也不知道是不是买卖了 说往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上放广告 而且你觉得什么都搅和在一起 这就这个事件了不起 这就一时激起千层浪 就说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 大家集中了这么多民众的关注点 接下去一步步看出我们社会的很多很多 很精彩很精彩的社会现象 有些是很合理的 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 有些是等等 你觉得这事能取落实出吗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历年从美国回来 开始就是经常被人觉得 我一提问的人就说你看你在美国待的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要问的清楚呢 我们这些这些问题都属于不应该问的 或者就是说大家 就是说不言自明的 比如说问一个企业 我先问这民企业还是国企业 还是外资 人家就开始笑了 这怎么说的清楚 他就是一个实体 这就是实体到底是 他在说实话 他在往下说我也就晕了 因为这里边谁又持了股份了 谁又怎么样 什么控股了 什么在二级企业三级企业 然后谁又怎么怎么来掺股了 然后上市又怎么样了 又是谁谁审批了 你就乱掉了 我觉得很多就是 你知道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不知道现在可能也是当今世界潮流 是不是说商业跟慈善结合 能让慈善放大机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主持人 这个这个这也不会言 我们也有个小小的身材 知道 有时候去一些商业演出 其实我很喜欢去 你知道吗 就纯正的 就商业演出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对吧 但我我挺喜欢 但是呢 后来我发现有一类啊 让我陷入一个伦理困境 就是啊 他是商业的 可是呢 他说 我是个慈善活动 我请您去主持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 不是 不是说 就说我该不该给他要钱 就经常有这个矛盾 就说 我觉得要是纯粹的商业活动 那我要不就不去 那咱也没说风格那么高 要不然我去了 我也不好意思拿钱 但是问题在于 我要眼睁睁的知道 你是有商业宣传广告的性质 只是说这两种比例占多少 我不是说这是坏事啊 很多时候我去了之后 我发现 人家的公司也确实是 就拿出这个业绩来 是做了很多被贫困山区 真的建设了很多东西 我不能说这是坏事 可是 他都有点 全 你这就是 脚 对 你怎么就变成一个特别不太中国的这么一个脑子呢 还书生 他前面有点书生 他有时候有点书生 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 没有听过另外的语言里 有浑水摸鱼这么一个表述法 这浑水摸鱼 只有真是中国特色 这水则 什么水智 清则无鱼嘛 他就什么东西都要搅在一起 我们从源头上就老说 中国人是不 不是那种细分的 而是综合的 而是 那你就 比尔盖茨 模糊的 比尔盖茨 他也是商业的老板嘛 私企的美国 私企的老板 那么他也做善事 他的跟他的企业完全没关系 他自己说了 我从我的企业退出来了 我现在全身做善事 他在微软上面没有贴他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他们的分法 你们别讲的那么远了 到家去了 全混了 那就什么都有合理性了 他就是这样 你这个是一个慈善机构 我不做商业活动 但是现在社会是个商业社会 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商业 所以我有些事情也要跟商业机构合作 看上去好像分不开吧 其实很简单 利益冲突 你要利益申报 您 豆文涛是商业机构的会长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帮你一起合作的公司 你得申报 你跟他没有关系 您不能把你这个商业机构的活 让给你女朋友去干 或者让给你女儿去干 大家申报一下 现在查出来就这样的情况 这位是什么什么公司这个商业机构 他说的完全对 我们是亏本的 我们没钱的 我们卖给你们好了 没钱的 可是下面有一个多少亿的公司跟他相关的 而一查那公司的头头是他的女儿 我们的典型的现象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明白吗 他是干净的 他商业机构也是干净的 但他们是妇女关系 他们都是纯粹的个人 你说现在大家感兴趣的就在这个地方 这在香港怎么样的办法呢 就是你要申报利益 你任何一件事情 我要评一个收一个学生 我要评一个讲 你先说你认不认识扎建英 你跟他有没有经济合作关系 然后我作为负责人 我才能把这个项目交给扎建英去做 我红十字会 我什么机构 我这个非盈利机构一大堆世界上 但是我的具体操作 这样我们在地铁上见到一个老太出来 他叫你早上贴一个十块钱的红字 我们才肯贴 那些贴十字的人都是不拿钱的 在香港 就是子东说这个利益冲突 其实是西方这个法治里面 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 而我们在近年才开始引进 就我认识一个律师朋友 他基本上还是在商业 什么合资 什么这些企业这里面做法律的时候 他说他引进 这大概有十年左右的功夫吧 引进这概念的时候 中国人没听说过 但是引进了以后 能不能实行 这又另外一回事 这种利益冲我觉得跟中国文化的这种 就是说大家大家在一起 你好我好 你都一致的吗 我不同意 香港都是中国人 香港太西化了 怎么就太西化 香港人身上流的终是中华民族的血 可是他们照样更伟大多 所以他们照样做得好 英国人的法治给他们带来了 现在伟大祖国回归了以后 照样做得很好 这时事辩论会告一段落行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农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既然徐老师说香港人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 那么我给你展示一下 我支持红十字会 香港的红十字会 我有捐点小钱 你知道吗 小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说 但是即便是我捐那么小一点小钱 从此他就定点培养我了 他定期香港的红十字会 给我发信 你知道吗 给我发这个信 像我汇报工作 你知道吗 我可以给你们看看 咱看看 就说是人家这个工作是怎么做 你看 这首先有个宣传单章 说亲爱的朋友 艾滋病令孩子惨悲一气 然后说艾滋病的情况 对吧 然后这是英文的了 对吧 然后我给你看 就是说他这个 他说你愿意为他们送上一份礼物吗 这个艾滋病婴儿对吧 你看港币四百元 可以让他有一年学费 港币八百元 可以给他四个月抗艾滋药物 一千六怎么样 三千怎么样 孩子们非常感谢你的礼物 孩子的这个照片 什么打动你 然后你看 主要看这个 这个付款方式 我发现真是方便 我愿意捐出 你看让你画对勾 一千元 为一名儿童提供两年半学费 愿意捐什么 你就画钩 画钩呢 捐款方法 你看资支付本票 银行本票 给联合国儿童基金 什么香港委员会 然后呢 这个信用卡捐款 有几种方式 提提提提供了几种信用卡 信用卡号码 支票 还有这个贵员机账号 然后呢 传真都可以 你知道吗 最后你看甚至连信方 给你提供好了 回游信方 直接把支票放进去 就这么回游了 甚至于你捐了钱 他呢 还把这个捐的这个 你捐了多少这个钱数啊 呃 那个表格 我就不给大家出事了 不想大家知道 我捐的有多少啊 就是 还有一次 我告诉你 还有一次以为捐多了一个零 我插一句啊 你这个正好说明 这完全是西方的 我收到过同样的表格 国际红十字会 因为零八 零八年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也不好意思 我也捐了一点钱 是中国呃 国际红十字会 从此以后 一直到现在 我每次 不管哪国海地地震 还是哪地震 我收到类似的 你愿意不愿意 再啊 奉献一次爱心 支援多少 一样的表格 一样的什么 这个是从哪来的 我们立国的这点 中国人也能做 也能捐 但是源头是怎么来的 这个现代化的 这一套法制的程序 这些厉害冲突的观念 是从西方进来的 好的东西 是人类普遍的 我们都可以学到 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在过程中 现在还有一锅粥呢 所以这个讨论 才会搞得这么乱 不用 要是我们方向 讲完了 除了西方的这一套 相信人性恶财的 限制制度以外 中国数千年来 一直有相信佛的人去捐 捐了以后 他也的确造福大众 知道他不会捐给这个住持 住持会转给他的女儿 这不单单是今天西方的规则 人类发展到今天 根植于一个性子 我都跟你说 就是这个信呢 还是很重要 因为在中国呢 真的是有中国国情 有时候我们也很难下判断 说一个企业 比如大家有争论过吗 企业愿意打广告 同时也做了善事 你认不认同呢 他毕竟做了 花了钱 做了善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这就是从中国企业家 做慈善 之后经常管理和善